有感於日前台北市萬華警分局的警察同仁在執勤時染疫 花蓮縣生命縣協會也攜手花蓮縣鑰匙工會和國魂裡的里長 自費採購消毒酒精和醫療專業的防疫口罩 捐贈給中山派出所全體警察和疫警弟兄 期盼在疫情緊繃情況之下 每一位警察同仁在有效防護之下 能夠全心全力完成防疫和治安工作 疫情升溫 日前台北市萬華分局警察同仁在執勤時染疫 造成警察人力不足的情形 更是雪上加霜 花蓮縣生命縣協會理事長江耀成醫師 特別攜手花蓮縣鑰匙工會理事長林毅君和國婚裡里長趙瑞萍 自費採購醫療專業N95口罩50個 防疫口罩1500個 75%防疫消毒酒精48瓶 捐贈給中山派出所全體警察和疫警弟兄 我們警察機關也是政府整個體系防疫人員的第一線 所以為了我們警察同仁的安全 我們非常感謝花蓮的鑰匙工會 還有我們的生命縣 這次提供我們警察同仁N95的口罩 還有酒精這些消毒的一個工具防疫的工具 讓我們警察同仁在第一線執行防疫工作的時候 可以獲得更大的一個保障跟保護 那這邊花蓮分局也特別呼籲 所有花蓮的鄉親 務必要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 每個人把自己的防疫工作做好 形成一個群體的一個防疫力量 相信可以將感染源降到更低 可以有效阻斷一個傳播鏈的一個傳播 這邊也特別呼籲所有的鄉親來配合知情 那再次感謝所有這些生命縣跟鑰匙工會的同仁 對我們警察人員的一個支持跟協助 由花蓮分局分局長郝新成 中山派出所所長黃國偉 和疫警中隊長隊長張錦濤代表接受 花蓮縣生命縣協會 能夠這次能夠攜手跟花蓮縣鑰匙工會 林理事長趙睿平常務理事一起合作 能夠捐贈一批物資包含口罩一千五百個 消毒酒精兩箱 還有N95口罩四十個給花蓮縣警察局的 這個中山分局派出所 我們相信雖然憋水追星 我們是以拋磚引力的心情 來呼籲社會大眾 因為在萬華分局的西門町派出所 就因為兩個警察他染疫 所以整個派出所業務就停滯了 那我們也希望花蓮現在雖然剛剛開始只有六個患者 但是我們希望一切能夠在我們醫療體系 還有藥師社區藥師 還有我們這個生命線 還有社會大眾一起的來配合 支持我們警察來協助我們大家做好這次防疫的工作 能夠讓大家確保健康疫情趕快過去 分局長豪新成表示 在疫情升溫情況下 感謝江耀成醫師雪中送炭的暖舉 讓警察同仁能有充分的安全防護 華蓮警察同仁也將持續為華蓮的防疫及治安工作 全心全力地完成任務 這次將防疫和理事報導